守寡27年的慈禧 变得饭困厌食 害恶心想吐 肚子也微微隆起 两位太医给他看病 皆因误诊被斩 明医薛福尘诊断后 心中暗暗吃惊 一时间竟不敢开口 慈禧每餐饭都要准备 一百零八道菜 可是近期面对这么多的 佳肴美味 他愣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找来太医看病 第一个太医来为慈禧诊脉 他可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慈禧看着他吞吞吐吐的样子 以为自己得了大病 就让他快说 太医也不好隐瞒 所以就直言不讳 太后您这是喜脉 慈禧听了脸色大变 此时咸丰帝已经去世27年 他如何会有身孕呢 慈禧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 他大为震怒 永逸 要为先帝守寡二十多年 何来有喜啊 给哀家拖出去 斩了为了掩盖真相 慈禧又选了一位太医来为他诊脉 此前一位太医已经出世 他心中惶恐不安 他为慈禧诊脉 这才发现慈禧居然是喜脉 这位太医自然明白 前一位太医是为了何种缘故被斩 所以他可不敢说出 慈禧到底得了什么病 他就对慈禧说 太后并没有大碍 只是积劳成吉 静养几日便可复原了慈禧听到这话 因为太医是个明白人 所以就让他下去开药 太医知道慈禧有孕 没有慈禧的命令 他自然只能开安神药给慈禧服用 谁知慈禧吃了几天他的药 肚子反而一点动静都没有 慈禧怒了 太医已然知道他的秘密 却还没有行动 所以慈禧又派人把太医给杀了 慈禧的心病 别人或许不知道 可是他身边的大太医李连英 却很明白 宫中的太医已经不敢来 为慈禧枕脉了 所以李连英就托付李鸿章 去想办法 李鸿章知道民间 有一个叫薛福尘的名义 便找到他 想要让他为慈禧看病 薛福尘本来不想去 可是李鸿章请托 他也不敢不去 毕竟宫中两位太医备展之事 大家都知道 薛福尘为人聪慧击免 他随着李鸿章进宫 要到宫门之前 李鸿章就私下提醒了薛福尘 在太后面前 一定要简言慎行 到了宫里 便有李连英来带着薛福尘去慈禧宫 薛福尘到了宫里 他先请求先看看 之前太医愿为慈禧平日里诊脉的脉案 经过两位太医所下的药方 薛福尘也没有看出了什么大问题 都是平常进步的普通药方而已 薛福尘心中疑惑 若是慈禧无病 何须几位太医共同看诊 若是有病 为何在麦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就算是药方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很多事往往没有一场才藏着一场 薛福尘之道其中必有古怪 薛福尘来到慈禧宫里 他只能通过玄县诊脉 后宫中的女子大多都是采用次种办法诊脉 虽然这种办法诊断的脉搏不会精准 可是薛福尘还是很明显的把出来 慈禧这就是习脉 可是这话 薛福尘断断不敢直言 但凡说了就是死罪 可是慈禧又要求务必要看好他的病症 若是看不好也是死罪 不过薛福尘顿时就记上心来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对慈禧说太后的病只是因为太过劳累 心里焦脆 气血凝结于腹中才会导致恶心不适 只要行气通落疏导气血 奉体病可安康慈禧自己的身体 他自己最明白 他之前也怀过身孕 这种熟悉的感觉他自然明白 现在慈禧说了这番话 也是薛福尘明白了他的病症 慈禧对着他点点头 让他说说如何治疗 薛福尘说 草民家中友谊偏方 只需要一剂便可药到病处 草民的药方是家中祖传 不可外传 想要求太后一个安典 配药和熬药的过程 恳请只有草民一个人独立完成 慈禧懂得这是不可外传 所以恩准了薛福尘的要求 薛福尘准备材料 最为特别的是准备了一桩特殊的床 在床的中间挖了一个洞 在洞下放了一个木桶 薛福尘的草药是他自己从宫外带来的 薛福尘熬药之后就端来给慈禧引用 慈禧治疗的过程中不允许外人打扰 只让李莲英陪着在宫里 慈禧喝下药之后 没过多久便把淤血逼出排到了木桶里 完事之后薛福尘就带着木桶出宫出去 薛福尘才刚出宫 就让家人立即为他准备后事 妻子不明白为何如此 因为他为太后看好了病症 理应得到赏赐 为何如此 薛福尘说 为太后看病就是大货 快照做吧 一定要做得逼真 于是薛福尘吃了一剂假死药 躺在棺果之中 家里为他办了一场丧事 慈禧病愈后本想除掉薛福尘 派来的人打探到薛福尘真的去死了 所以也就回公复命去了 等到所有人都相信薛福尘去世了 薛福尘就带着家人远远离开了京城 半军如半虎 离开是非地才是聪明的选择 对于慈禧怀孕这件事 正史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至于真假也确实难辨 对于他貌似怀孕的事情 要被诊断为得了血骨症 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理 他做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情 他甚至动用军饷去为自己筹办大手 害得军队落得大败 他也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对于慈禧的愤怒 再加上慈禧却是有难受 所以大家写下这些编排他的故事 也是有可能的